季节,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选择在这个时候繁育后代 对于秦岭南路的陕西佛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 这也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他们要仔细检查保护区的生态 为动物们养育幼儿创造好的条件 8月底正在秦岭做野生动物调查的著名熊猫专家 用严格突然发现了让他惊喜万分的一幕 母熊猫把那个小仔都抱着怀里 紧紧捞夺吧 都像妈妈捞夺孩子一样 小熊猫在怀里面 要么就是露个脑袋 要么就是有时候露个爪子出来 大熊猫把他抱着年间时时 他也在不停地蹬啊 不停地动 躺在妈妈怀里的熊猫宝宝 是一只看起来刚刚满月的雌性熊猫 身体刚刚显现出黑白的颜色 但毛还比较稀疏 虽然年纪小 可他已经表现出活泼的天性 在妈妈的怀里不停地鼓动着四肢 对于这个熊猫妈妈 用严格他们是再熟悉不过了 就在半年前 用严格的经验看到某美女 隐患一场激烈大战 骂到一个地方 或者骂到任何一个地方 它都不放 一只熊猫骂到鼻子上 另外一个熊猫要摸到骂子上 骂到都不放 精精地保重 我熊猫妈在树上跟着在叫 我们感觉她就是跟着两个加油 加油 加油 神神要的大肚子流血 嘴上也在流血 身脚上也在流血 耳朵上也在流血 耳朵也在流血 为爱情斗争的真是 数十波动 最终美女和战胜 四个强劲对手的冠军 成功地进行了交配 如今的这个宝宝 大概就是那个勇士的后代吧 这个意外发现 让雍言和他们兴奋不已 他们寸步不离地守护在 这对母女身边 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雍言和他们没有想到 短短半年时间 原来那个骄傲坚持的美女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 坚强沉稳的妈妈 差点让人认不出来了 怕孩子着凉 熊猫妈妈一直用上肢 把宝宝握在怀里 踢在自己肚皮最柔软的位置 没日没夜地保持这个 极不舒适的坐姿 即使四肢发麻 困倦不堪的时候 也只是做轻微的姿势调整 她甚至还改变了 以前每天十多个小时 大吃大嚼 才能填饱肚子的习惯 整天几乎不吃不喝 雍言格被这份伟大的母爱震撼了 熊猫对新的生命那么关爱 这和人类对他的后代的关爱是一样 那种母爱 其实是住在动物界是很伟大的 从这个坚强的母亲身上 雍言格看到了熊猫家族生存发展的希望 她给熊猫妈妈寄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名字 叫做春天 同时为了纪念此前一年 大熊猫秦岭亚中 获得科学界的认可 老雍点出了健康活泼的熊猫宝宝 起名叫秦亚 本来她有个雌星熊猫 小的雌星熊猫 秦亚这个名字 亲切的也像个女孩的名字 看着这对相依为名的母女 雍言格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次隐隐的担忧 春天这个单身母亲 能独自把调皮的秦亚养大吗 老雍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一天暴雨过后 她突然接到报告 说秦亚被妈妈遗弃了 她赶紧飞奔上山 果然看到秦亚孤单地躺在洞里 妈妈已不知去向 永言格忍不住 疼气地抱起了小秦亚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的衣服全湿透了 毛衣都能凝出水 头发也看着我 那头发好像淋到雨了 全头发搭拉闪 那是汗水 小秦亚已经两个多月大了 原本稀疏的毛变得浓密而厚实 可以适应外地的气温了 但她依然没有自己生存的能力 如果被妈妈遗弃 很快就会死亡 有人劝永言格把她带走抚养 可永言格怎么想都觉得春天 不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难道是她遇到了什么意外 永言格赶紧组织人四处寻找春天 在离洞穴不远处的竹林隐蔽角落 他们发现了正在吃竹子的春天 她实在是饿坏了 可以听到有人靠近 她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 冲回洞里暴击秦亚 当时身上只装了一个胶角 啪啪就当时很激动了 啪啪就被那一个胶角拍完了 显然野生大熊猫妈妈 远比人们想象得更加尽职尽责 这让老庸非常感动 同时也忍不住有些心疼 这两个多月来春天实在是太辛苦了 身体都瘦了好几圈 她决定今后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帮助春天守护好秦亚 可这做起来并不容易 我们特别怕干扰它 因为我们发现熊猫就对人的说话 什么它反应都不大 它最反应最强的就是树枝 那个枯枝萝叶响 那个响声一响 马上就准备逃跑 我在那动都不敢动 我怕熊猫反感 一个蛇爬过来 直接就从我脚背上 我爬过去 我吓死就不敢动 一直怕惊动熊猫 二十年怕那个蛇 已经爬到我脚背上了 我都不敢动 看着它从脚背慢慢爬过去 除了四处潜伏的毒蛇 春天和小秦亚的家 所在的秦岭三光庙地区 还生活的金丝猴 林阳等很多种动物 金丝猴虽然喜欢调皮捣蛋 但对于这对母女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林阳看起来祥和飘逸 与世无争 其实 无论对于秦亚母女 还是雍严格她们来说 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成年的雄性林牛体重 可以达到四百公斤 还长得像两把匕首一样 锋利的鸡脚 即使是强壮的野猪 也常常不是它们的对手 更别说是人类和熊猫了 如果赶上成群狂奔的林牛 那就更加危险 一次雲严格她们在山上 就被三十多头林牛给包围了 把两个小伙子下着 也是拽着我衣服 织放我衣服里头供 不得了咋办咋办 雍严格在山上工作了三十多年 天天与野生动物为伴 经历过夫妻其数 云犬一线的威胁 可这种情形 还是让她捏了把汗 幸好在与这些动物接触的过程中 老幽默所总结出很多关键时刻救命的方法 这次又派上了用场 我问你学狗叫吧 两个孩子那人 你俩都不知道狗怎么叫 我说我教你 我一教他们的话 我满山都是狗叫 林牛吓得是狂奔 满山那个石头都是滚的 气垫哗哗的 山崩击的 原来林牛最害怕成群的豺狼 而豺的叫声又与狗相似 老幽用她的小窍门保护了自己 也让秦亚母女免受危险邻居的惊讶 经过林牛事件以后 春天对于老幽的戒备减少了一些 她可以放心地当着老幽他们的面 带着三个多月大小的秦亚到竹林里玩耍 可这个警觉的母亲还是始终让小秦亚 与雍严格他们保持至少两三里的距离 一旦老幽他们越过这个安全距离 靠小秦亚太近 春天就会马上赶过来 把孩子拽走 我们就跟踪她 她走走情情走走情情 她等我们观察我们 我们一直 她把我们一直领到另外一个方向以后 她很快就消失了 然后你如果回头赶快回头来找 她又回来了 她就绕了一圈 把人 把她转身东机西 把人领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春天的聪明远远超出了雍严格此前 对于野生熊猫的预想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对母女 老幽追踪春天和秦亚的脚步 记录了他们每一天的活动 每一步的变化 熊猫走一步 我们跟一步 熊猫每吃一根犊子 我们就记下来 每个犊子 吃每根犊子 花多长时间 以前排多少次分辨 排多少团分辨 拉几次尿 然后喝几次水 这全部都是这样统计出来 一分一秒就统计出来 有时冬前我们连续跟踪48个小时 但不熊猫跟踪完以后 走路都不会走了 头晕 头晕碾花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 老幽就是像这样 用自己的双脚 一步一步地 把扶平自然保护区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道勾坎 走了一遍又一遍 为了跟踪记录熊猫的生活习性 掌握他们的生活环境 踏住潮湿简陋的窝棚 吃长长半生不熟的饭菜 跟着熊猫上树钻林 跋山涉水 老了一身的病 摔断过好几根肋骨 甚至还差点 命丧胸口 我的狗从来走着走着 一下子呼着狗从来站起来 我也一下子站起来 站起来面对面两米远 那是我已经感到空气的凝固 讨厌没它 我就眼睛紧着它 它眼睛紧着我 对视有十秒钟 它走了 它扯碎了 它走了以后 我不光全身出汗 我腿都软了 这些艰辛和威胁 永远格从来不对家人讲 老庸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妻子勤快 鲜惠 孩子聪明 活泼 可儿子出生 成长 老庸都在山上 现在儿子都有了孩子 他还是在山上 对于孩子们 老庸的心里总觉得有一份亏欠 可他不善于表达 唯一的交代和安慰 就是给他们看自己拍摄的熊猫照片 拿着熊猫照片回去 他们看了 他们高兴了 让他拿上照片 就在学校去给他同学们炫耀 我爸爸他们在那儿 人去熊猫了 看熊猫了 老庸把对儿女们的亏欠 都弥补在了秦亚母女身上 他天天跟秦亚泡在一起 为这个小家伙遇到的 每一个危险和困难担心 以为他每一步的成长和变化信息 渐渐的秦亚母女 也开始认可和接受 这个慈祥的老爷爷 即使老庸把照相机 近距离地对着秦亚拍摄 春天和秦亚也都不为所动了 虽然那么辛苦 但是还是感到非常快乐 和熊猫好像待在一块以后 我什么都忘了 最让老庸担心的冬天到来了 这是小秦亚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 这个刚刚五个月大的小家伙 能经受得住漫长的严寒吗 让老庸他们稍感宽慰的是 因为父亲年轻强壮 秦亚身体的底子很好 他在雪地里走得非常稳健 常常活蹦乱跳地跟着妈妈 外猪觅食 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下 小秦亚已经学会了爬树 这对于熊猫来说 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本领 在关键时刻可以帮助他们躲过森林里 很多肉食动物的威胁 他很小他在三四四个月的时候 他都得要爬树 他学会爬树以后 吃完来 他爬在树上面 睡到树的树的枝上 爬在那睡觉最安全 看来我们的小秦亚真是长大了 看女儿学会了逃生的本领 妈妈春天偶尔也会让这个小家伙 自己出来走走 独自行动的小秦亚 像是一个莽重的少女 对于树林里的一切 都感到非常的好奇 这颗苦坏了一只 跟着他拍摄的雍年隔壁们 确实把我动得更得直接 手按那个摆像机的一些 开关直接都不起左右了一样 就我手全身的动母了 都不知道知觉 这哈为了等他下属 我长大的根本都没动 所以一动不动地 等了一个小时 春天到来的时候 秦亚已经九个多月大了 爬树对于他来说早已驾轻就熟 他最喜欢爬到树上 用嘴咬着刚刚发芽不久的嫩印 极细玩耍 这些天 雍年隔壁看着秦亚的眼光总有些恋恋不舍 因为他知道 根据熊猫的生活习惯 不久以后 秦亚就要和妈妈搬到海拔更高的山里去了 果然此后的一天 这对母女突然失踪了 这对母女突然失踪了 雍年隔壁找了很多地方 也没有再见到秦亚 他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仿佛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半年后的一天 雍年隔壁突然在一条小河边 遇到了秦亚母女 见她见的时候太多了 一看见就感觉这就是秦亚 快和她妈妈一样大了 她在那跟她妈妈过河 觉得挺有意思的 她妈妈先过去了 然后等着她过来 她就在那河边 她不敢过 她就能个爪子探水 探呀探呀 然后她妈妈在那里 好像你妈妈在兴殖孩子一样 那秦亚还是不敢过 然后她妈妈就过来了 然后头对着头 就那么 让人们感觉人性化的 好像就在妈妈给孩子说话 这是雍年隔壁秦亚的 最后一次见面 秦亚到两岁以后 就要离开妈妈 远离她从小生活的地方 开辟自己的领地去了 这也是熊猫防止 近亲繁殖的方法 现在雍年隔常常 非常怀念远家的秦亚 惦记她生活的好不好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有没有遇到心意的爱人 生下自己的孩子 通过对秦亚的系统观察记录 雍年隔在野生大熊猫育幼方面的研究 取得了重要突破 她拍摄到的秦亚在妈妈怀里的照片 也成为熊猫摄影的经典之作 被全世界的媒体转载 吸引更多的人关心 爱护她熊猫 老勇希望 自己所做的一切 能让秦亚和她的伙伴们 生活得更加